欢迎再次观看90000新闻 现在是中国当地时间12月7日 在今日的稍早前 中国国家媒体新华网披露提到 日前中央对浙江省委主要负责同志职务进行的调整 廉家军同志不再决认浙江省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一连宏同志任浙江省省委委员常委书记 12月7日浙江省召开领导干部会议 中央组织部部长陈希同志 在会上宣布了中央决定 称这次调整是中央从大出发 根据工作需要和浙江省领导班子建设实际 经过通盘考虑深入研究决定的针对此 香港当地消息人士发布资讯提到 在11月14日香港媒体《新岛日报》发布资讯提到 袁家军将接替陈敏尔担任 宏庆市市委书记60岁的袁家军出身军工序 承认中国百人航天工程推船系统总指挥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副总经理 宁夏常务副主席 2014年担任浙江常委副省长 后来担任省长 浙江不仅是经济大省 而且是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曾经公党主政的省份 袁家军主政浙江期间 率先为共同服役探路 在二十大晋升政治局 另外有重庆当地消息人士发布资讯提到 三省书记联动调整浙江 袁家军调换到一念红 江西一念红调换到引红 甘肃引红调换到股场生 本轮省委书记调整 发生在十月七日的政治局会议之后 袁家军1962年9月出身 传江担任重庆书记 大县任浙江书记 是否意味着很快将上任重庆书记 如果成名而犹豫入金 那么天津书记是否也将调整 此番调整后一念红引红1963年6月出身 都将由两省书记的经历 其中既年龄偏大仕途就此止步 引红五年后仍可以竞争 二线副国甚至政治局 新任甘肃书记傅长生 1963年12月出身 此前担任黑龙江省长 黑龙江省委专职副书记 王志军1965年9月 入显了中委可能会认为军任省长 另外袁家军已经在重庆了 明天官宣继续有关 袁家军官方评录资讯显示 袁家军1962年9月27日出身 南汉族吉林通话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空间技术专家 政治人物 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浙江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北京航空学院 经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危机设计与应用力学固力学专业本科专业 航空航天空间技术研究院五院空间飞行器设计专业 硕士研究生毕业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专业博士 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今天 国际遗养科学厌世